彼此疲劳驾驶新北市板墙的油辆继承车啊 不顺自撞分割岛 当时这个驾驶它是一顿昏迷受困在车上 还和警销道场赶快的救援 把人安全给救出来 没有大碍 后来司机他就说了 因为呢我是大半夜开车 精神不济才会发生车火 疯狂刮了上百张的刮刮热 后来却是内障失联 花铃这个名字呢 他常常到采券行 他想要试手气 边刮刮刮热 边跟店家来聊天 取得店家信任之后 某一天他突然大量的玩挖挖了 而且逛了上百张 机械2.9万元之后 他突然人间蒸发了 店家后来发现 原来他们被骗了 赶快报警 如此他后来他是有献身的 不过呢他反咬对方毁谤 现在的店家气氛提高求常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打流感疫苗人数变多了 而指挥中心他们宣布说 施打流感疫苗统计到10月23号为止 目前是有51例有不良反应 其中12例是比较严重的 而他们的施打品牌呢 分别是有赛诺飞 谷光跟东亚 都出现了一些严重的反应 甚至还有人引发的是心肌炎 不过医生就说了 心肌炎不一定是打疫苗所造成的 他们说呢 陆秋季节本来就是浩发趋势 疫苗打了上百万剂 才出现50亿的不良反应 他们认为都是在掌握范围 当时呢他是把车子停在停车场 不过他说停车场里面 这地上啊通通都是青苔 所以呢害他滑倒 而且一滑倒整个人都骨折了 后来他就想要询问李培 才发现说 哎这间旅馆 他登记的居然是非法营业 他就扣诉说 这次居然可以使用安心旅游补助吗 而遇着也有刺心回应 也就是去运而状况蛮多的 昨天又发生了土优马 自强号故障 让旅客他们被迫是改搭 驱坚车的事件 引发了抱怨 不过现在又爆出说 台铁啊不只是列车 故障率还蛮高的 甚至长长污点 就连这个工程的维修车 都没有通过验收 恐怕会影响到新车安全 今天东西新闻在台北采访报道 这里呢是歌手萧信成 他的母校 这是苗栗头粪亚太创意技术学院 而这里呢也曾经风光 夺得拉拉队的世界冠军 不过近几年 因为少俗化冲击 前年停招 去年确定要停办 不过现在你看看 校园却无为大型的废墟 警方最近呢 就接获了五起校园弃案 带了七名窃贼 而现在校方为了要防窃 他们居然在这个警卫室里面 放了男女的假人来恐吓 不过这个假人 就是撒坏不少民族 美国总统川普二四号 他已经在福州完成了提前投票 但他的民调目前是落后的 不过他还是信心满满 因为现在对手拜登 他用十元了 辩论会当中疑似 他说动选之后淘汰石油业 批批呢很多的关键州当中 很多都是天然气 还有石油重镇 也让川普永如捡到墙 有清洁人员说啊 打开房间门一看 真的是惊呆了 其实饭店也每天呢 会接待来自各地不同的人 真的什么房客都有 就有饭店PO出了 这是一位房客 他退房之后 留下这个还蛮温馨的手工惊喜 仔细看呢 原来这个很像是星球崛起的星星 它是用玉金 翘首折成的一只大星星 而且是神还原 悬挂在天花板上 这个网友看到说啊 这个旅客一定是美术系的 巧手摊开毛巾 这边卷一卷 那边折一折 简单几个步骤 毛巾就像黏涂一般 雕塑出各种动物 放上眼镜当中是 饭店玉金一秒变出天鹅 大象跟小猪 很多饭店房屋人员 努力钻研折毛巾的技巧 变成西客法宝 不过没想到 遇上旅客来挑战 就是这张照片 原来是房客的脾气好大 直接把吧台的柜子给拆了 客人当下是情绪有点激动 那我们也是因为 其他客人有反应 有听到蛮大的噪音 这个我们mini bar的门 门板就直接啪这样拆下来 偶尔还会有房客 不按照使用说明 掰断胶囊咖啡机 或刮划木地板 业者最怕遇到饭店破坏王 难怪当初一进门 看到了毛巾异事 不止松口气 还有点暖心 东西新闻综合报道 今天消息 空军在先证实 昨天晚间的深夜 解放军又派军机在五防空的识别区来绕飞 悟空军立刻派遣台南连队的两架 经国号IDF转机 神工来进行例行性的警戒任务 并且在今天凌晨完成任务之后 反向回到了台南基地 好 各位看到 描述日前出现了龙蛾大盗 有民众就报案说 家里面种植40年 而且已经是长成物公尺高的大龙蛾树 被人入侵给砍伐 警方调位监视器 发现了两名涉案男子 而且还在他们家中 查获了倒砍来的19段龙蛾树干 结果发现了其中一名嫌犯 已经在砍龙蛾后不到10个小时 最后他因为追起交通事故意外身亡 这方面到底是谁误作剧 把这个臭调斗渣统统是铺在马路上 其实在彰化的溥爷 明天一大早要举办路跑活动 顺泽宫的主神玄军上帝 也有叫班要扛着一块来路跑 其实一元五月份就要举办了 这次因为疫情一波三折 结果又碰上了现在有人误作剧 你看看这个地方是路跑的沿路上 其中一个补给站 结果居然是被人倒满了豆渣 而且是非常非常臭 两大摊的臭豆渣真的是臭到吓死人了 所以乡长赶快找人来清理 幸好没有影响到明天的路跑活动 台南的施木鱼的产量是占全台的一半以上 不过陈其迈他也回想说 其实我们高雄的弥陀才是施木鱼的故乡 不过现在网友就说 你们两个市场不要再吵了 因为说到施木鱼就是南部的特产 毋庸置疑 这场之争无疑是另类行销 自家民产 欢迎陈其迈 我来介绍你 东西员张志贤 黄尔玉宏东赤云在台南高雄 采访不到 现在是午餐时间 不过这名外送员 他会送出的时候呢 遇到客人说钱不过 所以要下次一块做 还叫这个外送员说 你只要点这个未支付任何金额就可以了 不过这样的行为 这对之一就是故意要钻漏洞 结果状况的关心 你放心告诉大家 人说没有钱 但是又要取餐的话 一定要回报客服 台内人民采讯男子 今天二月份运动完 骑车回家途中 半路被通气犯给撞到 导致了他的后脊椎压迫性骨折 丢了工作 恐怕下半辈子都得穿铁衣来过生活 首五来完整报道 净下七十一万五起 台铁行政胜利区 EME900系的通勤电链车 也吸引很多的铁道迷来取景